作詞語及作曲 初音樂 有一天生命就像一滴焦炉 一遍呼吸 一流輕然 又開始亦有終結 生 老 病 死 它是人生必經的階段 不過人死是否真的如燈滅 當我們來到這個世界的時候 是否真的只得罪而援隨著我們 每個人都擁有選擇權 對於生命 我們可以選擇消極地面對 也可以選擇去迎接風盛的生命 而這個選擇 足以影響我們的一生 江華, 原名陳穆華 1986年加入亞視藝員訓練班 被力捧成為多出電視劇的男主角 後來更加入電影圈 憑但遠人長久 奪得第九屆香港電影金像像 最有前途新人像 人生看似一帆風順 江華也以為自己前途無我限量 但當轉頭第二間公司之後 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只是等 等待發揮的機會 可能在那個階段的時候 你極度不愉快 然後你就很想去尋求一些 令你能夠解開這些悶悶悶悶的事 可能是的 但是我沒有去深究 我只是知道 我很想去體驗 很想去學習究竟是什麼 佛學是什麼 很多人都以為我是佛教徒 因為之前 很多人都知道我學佛 但其實我沒有歸於佛教 我也說過 其實我視佛學是一種學問 我也曾經聽過一些高僧說 佛教 佛學不是宗教 我個人就很接受他這句話 所以我視佛學 可以說不是宗教 只不過是一種學問 是一種教育 即是他裡面有他的道理 所以大家不要常常以為我是佛教徒 江華是一個喜歡思考 追尋學問的人 他2003年開始鑽研佛學 試過去到台灣進行禪七 和僧人一起生活 亦經常打坐 希望解決生命中種種的問題 但是這一夥追求真理的心 就好像他昔日演出的唐三藏一樣 不斷尋找 不斷探索 這個唐三藏 其實他都是因為 他想尋找一個真理 他去取真經 很多人叫做西經 其實西經原來是錯的 他只不過是向西面去 他取的是真經 其實他都是因為不明白 他就要去尋找這件事 唐三藏希望做到無辱無求 佛學亦都主張與世無憎 但身處娛樂圈的江華 每日都要面對複雜的人和事 無憎兩者子對於他來說並不簡單 有人說我們這種性格的人是黑人憎恨的 就是說 有化妝又不用別人化 又要自己化 有服裝又不穿衣服 又要自己的衣服 其實不只是我這樣做 也有些藝人這樣做 但是又很有趣 出來呢 我的評語就是 知整貪靈 麻煩 但是其他出來的評語 認真 專業 好奇的 好有趣的 是這樣 那你問我 你聽到之後開不開心 我說開心就騙你 我當然不開心 從耿鼓到當下 人類努力尋求各種方法 去解決問題 平息糾紛 為的只可以活得開心一點 也都有人透過聖上占卜 求慎拜佛 以圖了解生命 逃避苦難 笑除哀痛 但有多少人 可以得到解脫 能夠釋懷呢 大家經常叫人不要執著 四大皆空 其實所有東西都是空的 本來沒一物 那你做甚麼去惹那些塵埃 何處惹那些塵埃 他們那個思想 他們那個看法是這樣的 當時很多人問我 如果你老公做到和尚 那你怎樣 其實我也是打趣地說 如果他做和尚 我就做師姑 我會這樣說 但其實我自己心裡是知道 不會有這一天的 我覺得他要尋求的東西 未必是完全在法學裡面尋求到 未是真正可以尋求到 因為這個世界宇宙真實在是很難 就是太大了 如果你是因為一個 可以看幾本書 可以尋求到 或者打下座可以尋求到 我就覺得 稍稍勉強 發育主張放下 但面對事業的起跌 是非的纏繞 單憑自己的力量 又不是真的可以消消灑灑地放下 人生潛蟲了很多未知的意外 當我死亡突然在哈門的時候 又不是真的可以面對生命 放下集中 就是在十一個月之前 我腰腰有事 然後影響到腳痛 那人就跌到 好像突然之間 什麼希望都沒有了 那你又會考慮 我會不會不能走呢 那些恐慌開始一邊襲擊你 那我會不會 不可以工作呢 那我的家庭 會怎樣呢 我的兒女 又會怎樣呢 我在身邊一直看著她這個痛症 其實她是 一路慢慢慢慢 瘦 一路慢慢慢慢失信心 特別是加上身邊 所有人見到的時候 哇 你好瘦啊 看到她的反應是有點猛的 就是猛症 我要怎樣才能好呢 她覺得如果我有這個痛症 她覺得自己是這樣的 所以感覺她是沒有了信心 那我以為自己都應該略懂一二吧 就是對人生那個 生老病死啊 不夠膽說很明白 但起碼也知道一點 是吧 以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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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腰腿 所以那個傷痛 就告訴我 不是 原來不是 我記得她有跟我說過 她以前的佛學 曾經嘗試用這些來幫她 但她覺得好像 都不找到一個出路 因為覺得她盡量去避開 或者她忍 但她覺得這不是一個方法 日光之下 並無身事 在聖經的舊約裏面 提了一位充滿智慧的皇帝 所羅門 他專心尋舊 查究天下一切的事 他發現了 一切都是虛空 都是暴風 雖然我過去反覆思考人生的學問 但是當意外臨到的時候 用一個學識 才幹 能力 都可以轉順直逝 面對人生的無常 死亡的威脅 難道自己可以無奈地接受 你都曾經試過 想下去 放棄 放棄工作 轉 轉別的東西 轉別的東西做 總總都想過 但是始終都是 跳不出 沒辦法跳出去 我看到她 覺得她需要在心靈上有這個幫助 所以我勸她 不如交給神 交給主 給神來帶領她 那天我跟她讀了一些經文 其中一節就是 《地牢比書》 四章六節到七節 那裡她就這樣說 應當一無掛淚 只要凡事藉著討告 其求和感謝 將你們所有的告訴神 神所切出人以我的平安 你就是基督耶穌女 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當時她這樣跟我說 我亦都答得很快 好 那你可能問我 你為什麼答得這麼快 是否因為你沒有辦法 是 我認 我絕對承認 是否因為你害怕 是 但是 我是害怕 我是沒有辦法 所以我答得很快 病王 你為什麼要選中我 不斷工作 不斷進修 會出風誠的人生 我不斷追求 現在還未找到答案 很多時候人的事是真的不能解釋的 你不知道 有些事是甚麼時候發生 你不知道結局又會是怎樣 對不對 你好像是控制不到的 完全控制不到的 但是 天父就給了一件很好的事 他告訴我們 你相信我 你就有得救了 你敲門我一定開門 我會想 既然有一件這麼好的事 為什麼我們不會相信呢 雖然相信天父 並不代表疾病必定得醫治 或者前途會變得一片光明 但天父願意指引人的出路 師傅的江華 呼呼追尋生命為何物 但往往找不到出路 經歷過身體的傷痛 他終於找到人生的導航者 我到現在也不怕失去 因為 我想不是說 一朝一夕 可以讓你有這麼堅定的信念 或者你看東西讓我看得這麼通透 如果我今天告訴你 我不怕 我騙你 我在這裡做戲 就是等同一個小孩 一個孩童 出生他什麼都不懂 他很多東西都很害怕 世界是怎樣他都不知道 你說他怕不怕 他是怕 但是他願意跟隨他父母 那也是他唯一要跟隨的人 可以跟隨的人 但是他父母也是願意去照顧他 是願意去帶領他 那個關係是這樣 四十多歲的光華 正正在不惑之年相信天父 他相信創造宇宙密密的天父 一直看顧著我們的一舉一動 他疼我們 愛我們 願意聆聽我們每一個的訴求 這份無私的愛 光華也很希望跟身邊的人分享 當時光華就說 他說 其實等於你知道 這個是你的爸爸 但是 你又不做基督徒 你不認他 你不跟他相認 行不行 我就想 如果我爸爸 我沒可能不認我爸爸 你不可能叫他爸爸 但是又不跟他吃飯 又不跟他逛街 喝茶大家的相處 或者是關心 或者互相關心 我覺得又不行 他這個項目令到我覺得 我應該要相信 應該要相信 這個世界上的主宰就是 我們的天父 如果他願意 剛華 和金曼 都願意把生命的主權交給上帝 因為他們領悟到 上帝擁有世界最高的智慧 他通曉人世間的各種道理 但同時 他願意書穿降跪 去愛世上的每一個人 縱然今天的江華傷患還未痊癒 但她是感受到從上下以來的力量 有信心去重新投入工作 面對明天 對於江華的信仰, 很多人都心存疑惑 曾經高調學佛, 隨緣兩個字經常活在後面 現在又改信基督 對於外奸的批評 不能夠改變, 也不需要介意 因為她清楚知道自己相信什麼 需要什麼 譬如佛學說佛, 佛只是一個人 是一個覺悟者 眾生都可以成佛 即是你和我都行 只要你肯修為 去到一定的境界 你都可以成佛 我都可以成佛 但基督呢 天父是神 我和你都不做得到神 因為祂是創天造地 做我們的 一件發明品 你怎樣去用它呢 首先你要看說明書 或者你要問 創造這件物品的人 你才懂得怎樣去用它 或者先了解這件事 那就不能憑自己去了解 即是那件物品 如果我不知道它怎樣用 我不能夠去了解它 一定要問那個創造的人 佛學主張四大皆空 《聖經傳道書》裡 也都說到虛空的虛空 虛空的虛空 凡事都是虛空 但是 面對生命的無常多變 人世間的情愛痴獄 兩者卻有自然不同的看法 佛家說的東西很出世 他們的看法 是非常出世的 好像有時你會覺得很不現實 它有它的道理 與基督我自己的感受 最不同的就是 基督你會覺得很實在 雖然天父你摸不到 見不到 耶穌是一個人 幾千年前 在這個世間裡 釘十字架 死了 升天 或者我們現在這一脫的人 或者現在我們的人 根本都沒有經歷過那時候的事情 但是基督的宣揚 是要大家互相關心的 代討 祈禱 你有什麼不好 你有什麼不開心 我們代理祈禱 這些都是很實在的事情 就是表現出大家的關心 那種關懷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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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 你已經成為紀錄圖了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關心